200块钱点一份五宝饭 餐点上桌之后却让他超傻眼 因为配菜太阳春了竟然还没有青菜 照片PO上网络引来热烈讨论 大家都说这也太扯了 不过我们的特派记者 这集香港市面上的港式五宝饭 其实菜色都相当的丰盛 不过价格也更贵 烧腊大厨山烤山上游的活篮仔 是香港烧腊店必卖又烤旧的菜肴 他们还有烧腊五宝饭 红肠叉烧油肌乳猪和咸丹 加上汤籍饮料大约320元台币 虽然比网络疯传的五宝饭还要贵 但比起来就是澎湃相对超值 这个约200台币的五宝饭被网民烧说 最贵的是荷包蛋 热狗红肠午餐肉跟火腿 看起来很阳春引来富 也太高了 如果铺租连人工 有50%至60%左右 香港上班族午餐一般要两三百台币 疫情下经济变差 有向台湾自助餐的两菜饭兴起 这家在深水不老区的餐厅 两菜饭约128元台币 三菜饭要160元 比一般餐厅青菜都要三四百元台币便宜 曾经在台湾经营烧纳店的老板说 主要以薄利多烧的方式经营 像他的店面 22瓶大月租超过16万 如果在旺角尖沙嘴月租要近40万 贵也是有原因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